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运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约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说到 看课本276页 道数第三行 那么讲到此有所不尽 此有所不尽 此有所不能 此有所不尽 好 那这里前面有说到我们讲到所谓的善根相续 那引导所谓的阿弥波菌 中阿弥的阿弥波菌 那它有用种子来披育 那这种子不被破坏 不烂掉 那这个你能够秋天的时候好好收藏 那么在下种播种 那么好好照顾 那么才有办法增长 这比喻我们的善法善业善心 那么必须要时时的照顾 那么才有办法善根增长 善根增长之后才有办法善根成熟 那才有办法依这个善根而得度 那这个是不断在变化的 好 那底下 那讲此有所不尽 那讲这个阿弥波菌 那么自己心生残齿 觉得自己虽然断尽了烦恼 而事实证明还有所不倾尽 他举了一个批译 像大树锦纳罗网弹琴 年高得少的大家设 竟然情不自禁的手舞足道起来 加设说 我虽能远离世间的欲乐 但菩萨法的唯妙欲乐 还有所染灼 那我们先看 那这是第一个 引大树锦纳罗网所问经 另外一个 又如天女善花 花到菩萨身上不逞细灼 而若到僧闻阿罗汉身上却细灼了 这证明内心的有所染灼 那么这两本 一个是大树锦纳罗网所问经 天女善花的是以维摩节所说经 好 这个 我们看 把这个引文稍微 大树 请纳罗网 所问经 这是引这个大家设 那么锦纳罗网所问经跟维摩节经 这两本经主要都在讲菩萨超越阿罗汉 超越这些僧闻阿罗汉 而且这些菩萨多数都用在家人 比如说天人 像这个锦纳罗 甚至他是天龙八部里面的 锦纳罗也是天人 他是天上的月神 那这个维摩节用的是天女 那这两个都超越 超越这些 这个 这个大阿罗汉 他是怎么说的呢 那 锦纳罗网是天上的月神 那他弹琴 天上常常都在唱歌调舞弹琴 那这些弹琴的时候 这个 这个 所有的声闻 包括大家设 舍利佛啦 穆建连啦 那么这一些 包括大家设 都不自觉地跳舞起来 那这个锦纳罗网 就问这个大家设 你是身中的旗长 大家都尊敬你 那为什么 你这样没有威仪 因为阿罗汉在那边跳舞 那当然是 因为不可以歌舞唱技嘛 那么在家人 受报官在这些出家 学出家法 都不能歌舞唱技啦 可看是出家人 在唱歌跳舞 不过后来 因为泛败的流行 造成 有一种比较就是 就是佛法里面有一种 法会里面有一种唱歌跳舞 变成 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唱歌跳舞 但是看起来好像比较清净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在佛陀时代 出家中是禁止这样唱歌跳舞的 后来慢慢慢慢变成 把流行歌改成 改成 改那个佛词 但是还是流行歌 但是把那个 把那个里面的歌词改掉了 那泛败是比较宗教的音乐 或是唱售 就宗教性的 有一点点 也一定有一点宗教情操在里面 不过 这种在佛陀时代都是禁止的 你看这个 瓜瓜家就不可以给我参信 好 那用这个来代表 你唱歌跳舞是没有威仪的 那我们来看 大树罗网 就是大树锦纳罗网守问经里面说到的 好 那他是这么说 这个锦纳网 那么这个是月神 这个是月神 有时候叫宜神 是月神 那据说他有一只脚了 那有些就 有些后来把他放在厨房 变成尖 就是厨房的这种 就是管厨房的 就这个是后来也变的 好 那他是这么说 他说这个大树锦纳网与大家设 他是先跟舍利弗他们说 然后后来跟大家 大家这是代表 大德因而不能辞生 有小而无 像小孩子在跳舞 手舞猪道 那大家设是这么回答的 大家设是这么回答的 大家设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不是我要跳的 他是说无有利能自安慈 他说无有利能自安慈 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 说这个只是表法就是 事实上没有这件事 我们说这个事实上没有这件事 但是出席大圣用这一些来表示 声闻还有习气 声闻还有还不完全前进 用这样来表示 但是事实上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 包括天理上发这个也是 好 那我们先来讲 就是为什么要 我们说为什么要编排这种剧本 主要是要说明大圣 大圣的罪究竟是佛 那么佛确实超越声闻 超越这些阿罗汉确实 佛也是大阿罗汉 其实佛就是阿罗汉 但是在阿罗汉里面我们说过 阿罗汉里面神通也有第一的 智慧也有第一的 那么说法也有第一的 天也有第一的 一样 即使在一样是三明六通 大阿罗汉 他的城市也有分 也不是每一个人一样 那很明显的佛这一尊大阿罗汉 超越其他的阿罗汉 那么这个就说明了 那一样都是究竟为什么 佛这种究竟看起来是 超越了其他声闻 远远的超越 那到底佛都修些什么 那阿罗汉修些什么 不然就是他一定是因不同 果才不同 果 果有几种 就是一般我们讲四种圣人 声闻 圆觉 菩萨跟佛 这个是六凡四圣里面 那很明显的佛超越其他的 那么菩萨甚至这里讲的就是 菩萨都超越大阿罗汉 声闻的最究竟是阿罗汉 阿罗汉里面最殊胜的大概就是舍利佛 跟大家设 穆建舍利佛 穆建大家设 所以一般都以这三个来做代表 那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 这个是究竟 因为菩萨还不究竟 那声闻 阿罗汉是究竟的 圆觉 毕之佛也究竟了 那菩萨不究竟 菩萨要到成果才究竟 那么在不究竟的菩萨 都超越究竟的阿罗汉 用这样来表示大圣佛法的殊胜 那当然就要 我们说这个其实 就是要有一些表法 来表示这个声闻怎么样超越阿罗汉 那么维谋结晶里面就用天理善花 他还有用 当然还有很多 包括这个长者生病 然后大家去看病 大家都在推 不敢去看维谋结 因为维谋结 他们的智慧 维谋结的智慧 这一个在家里的智慧 超越了这些阿罗汉 就用这样来表示 甚至是一个天女 天上的天女 他的能力都远远的超越这些当阿罗汉 那事实上真的可能这样吗 其实我们说这个只是在表示 佛超越阿罗汉 甚至佛在菩萨道还在菩萨的时候 他的能力就远远超越这些阿罗汉 在说明这种道理 好 那所以这个菩萨罗汉 跟大家社讲 大德你是大家所尊敬的人 为什么 你跟小孩子一样在那边唱歌跳舞 他没有唱歌 就是不自觉的就在那边跳舞跳起来 那大家是说无有利能自安持 就是我不是故意要跳的 我是没有不自觉的 就这样就这样跳起来的 非本心并不是我心懒惰这个舞欲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已经离欲清净 已经离欲清净了 那么天女 这个锦纳罗汉 这个是天神 天上的月神 这个锦纳罗汉 天上的音乐 到色界天就没有音乐了 所以欲界天才有 欲界天才有音乐 唱歌跳舞这件事 到色界天就没有 色界天才越为止 没有音乐这件事 没有唱歌跳舞这些 那么而且锦纳罗汉这种月神 基本上还只是刀立天而已 那六欲天最高的是六欲天 他画自在天 他这个还是比较低层次的天 不过佛教就是出其大圣的天 基本上都以刀立天 就四王天为主 那么有的就是梵天跟魔天 就三种 就天魔梵 主要是三种 梵天 魔天 第六欲天 色界的出禅天 还有这个就是刀立天 那这一些 那这个 这个 讲大家是没有办法 就是 但是一些菩萨都不会 所有的菩萨都没有人在那边跳 但是声闻就会跳 但是声闻的心其实是离遇的 那其实这个只是表示 他的内心没有这种烦恼 但是他还有这种习气 是表示这样 那并不是说声闻真的会这样 所以他前面也有说 那么奴诸大德以离烦恼 云和尔金各舍 我以如比小儿举身动武 就是他不只是跟大家是讲 他一开始跟所有的声闻 包括舍利弘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阿罗汉这些大德 都是离了烦恼 那么威以都很好的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大家没有威以 像小孩子一样 那么手舞足道的 那这些声闻都讲 我于世中不得而自在 然后转过来跟大家设说 说这句话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导师举的 那我们说过这个其实不是事实 这个不是事实 这个初期大圣里面有很多表法 好 那第一个来看 但是阿罗汉有习气 这个是事实 阿罗汉有习气 这个是事实 阿罗汉不如佛 这个也是事实 所以初期大圣一直在说明的就是 阿罗汉还有习气 这一点是事实 那习气对菩萨来讲 就是维系的烦恼 习气就不清净 那这个是 这个是事实 不过这一些 这一些大树前阿罗汉 然后弹奏乐器 然后这些阿罗汉在那边跳 这个不是事实 那我没有知道 不过他是用这个 用这个故事 来说明另外一个事实 不然他没办法讲 那用这样大家就印象深刻 知道说 阿罗汉还有习气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会变成说 阿罗汉还有烦恼 阿罗汉还有五欲心 还懒着五欲 那不对 那这样是毁谤阿罗汉 阿罗汉没有染足五欲的心 那么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那 那这个应该 这个不是大树解他罗汉棍的 这个是天光菩萨 问这个大家设 里面有一个菩萨 叫天光菩萨 问这个大家设 那是那个锦那罗汉在谈起 那这种当然 这个大树锦那罗汉 这个锦那罗汉如果从这里来看 他也是大菩萨 在大圣里面 很多大菩萨都不是现出家像 那这些生活都是出家像 都是现在家像 不过在佛陀时代 在家菩萨最高 也有正阿罗汉 但很少 那基本上都是正三国二国出国 如果要正阿罗汉那这个就是正了这个三国的他就会离家 他不一定现出家像 但是他一定是 因为他已经正三国已经离遇了 离遇 离遇界的遇 所以他在家会很不习惯 所以他基本上会出家 不出家也会过出家的生活 类似像这样 以在家生过出家生活 这个在阿罗汉经里面也有讲 那他讲 这个加设说 我虽能远离世间的遇乐 但菩萨法的唯妙遇乐 这个遇乐不是五遇的乐 只是这里形容叫做菩萨法的唯妙遇乐 那么还有手揽走 那么又如天女撒发 这个是唯摩姐所说间 一个是大树菊那网所问间 那以大家生 以锦阿罗汉谈情 那天光菩萨问 你为什么听到这个 听到这个琴音 在那边唱歌跳 另外一个是唯摩姐 唯摩姐是匹舌梨 匹舌梨的长着 拔结果的 唯摩姐所说间 这两本经都各有 他要表达的宗旨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唯摩姐居士 他是毕舌梨的一个大副三者 佛法 佛法主要在两个地方 然后毕舌梨也是一个 就变成三个 就是我们讲 摩姐脱果的 最初在摩姐脱果 摩姐脱果的是王舍城 王舍城的是竹林金色 主要的地方 卧是灵鳩山 灵鳩山也是一个 佛陀常常说法的地方 灵鳩山 这个是最主要的 这是最初的 那最主要的是 乔萨罗果的 最主要的是 乔萨罗果的社会城 乔萨罗果的社会城 这个是最主要的 佛45年有20几年都在这里 但是最初的地方在这里 佛教是从这里开始壮大了 特别是在王舍城 王舍城渡了三加社之后 佛教就开始壮大了 然后再渡了舍利弗 我慕建林也是在王舍城 在舍利弗慕建林之后 佛教就越来越壮大了 就是最初的1250个 其实就在王舍城 然后之后回乡省清 就很多出家 然后之后 之后这个建了 建了在舍微城 就是徐达多藏者 建了这个 这个奇远金社之后 最主要都在奇远金社 守卫城不只是一间奇远金社 还有一间东远金社 还有另外几个 也有比丘宁的道场 那么最主要是在奇远金社 另外除了这两个之外 如果还有比较重要的 就是在辟舍林 那辟舍林 辟舍林在这里 辟舍林刚好在中间 比较靠近辟舍林一点 那刚好 那后来辟舍林被 辟舍林的阿哲斯王牵遍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是拔茄果 我就叫离居主 拔茄果的 拔茄果的这个辟舍林城 叫做广延城 那辟舍林里面最主要的长者 辟舍林 辟舍林城 那最主要的长者就是维摩羯 就维摩羯 那这里最主要的长者是须达都 那摩羯多国里面 最主要的长者是加兰陀长者 它是盖王舍城的 所谓主缘叫做加兰陀主缘 这是三大城的三大长者 那稍微我们就 因为讲到维摩羯 我们就稍微讲一下 好 那么维摩羯经里面讲到天女善花 它是在观众生品 维摩羯所说经里面 讲到在观众生品里面这一品 讲到佛说法 然后天女善花 一般来说是出家中 它都是不着香花慢的 不香油涂生 就是有关于五欲这种 色身相贵处 那么色就是这些比较庄严的 比较好看的 包括衣服 包括波 都不能够太鲜艳 太亮丽 也不特别去看 也不别花 都不用这个的 那天女佛说法的时候 因为天上有很多自然的花 天女会善花 确实是有 但是一般居士也有去花 做成一个一个的花 贡花也有 但是这些花基本上都只是 表庄严的用的而已 它并不是戴在身上 并没有 那天女善花是一个比较 佛说法的时候 它表示赞叹 表示赞叹 它说花到菩萨身上 不成细组 就是佛在说法 然后很多天人 也很多阿罗汉 很多凡夫 但是这个花散下来的时候 落到 因为花很多 落到这个菩萨身上 没有黏着 但是落到这些阿罗汉身上 却怎么样黏住了 那这些阿罗汉因为他习惯 不习惯弄花 他会把花弄掉 可是怎么弄怎么弄 弄不掉 就是他用神力神通力 让这个花去掉 也没办法 那么这个天女 这个问众生品里面 就安排这个天女 就问这些阿罗汉 为什么一定要把花去掉 那他说何故去花 那这些生品就讲 因为这些花放在身上不如法 就是不能带花 那你现在不能带花 现在有花 刚才说要赶快怎么样 要赶快去掉 可是用神通力都去不掉 那所以这些天女就跟他讲 物为此花不如法 花无分别 人者自身分别 这个有一点点像 心动反动 人者心动 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里面他是这样的安排 他说 神力 照着我们这个经文说 这是说天女把花落在 天女上花的时候 花到这个 这个阿罗汉身上都黏住了 在菩萨身上没有 就掉下去 这些阿罗汉神力去花 诸阿罗汉 这些阿罗汉看见花在身上 都想先办法把它拿去 用神通力都去不掉 那我们说这个也不是事实 这个就是在表习气 诸阿罗汉神力去花 不能念去 那么天女就问舍利佛 你看这里就用舍利佛来代表了 所以舍利佛大架设是被常拿来做代表的 另外有一个就是阿难 那像人缘经里面讲到阿难 被这个先天犯咒守谜 那佛陀 那么用人缘咒 交代给文殊菩萨 让文殊菩萨去救阿难 那么把阿难 从破戒边缘救回来 那么这个也不是事实 这个也是表法 表什么法呢 你不能 后来他就讲了 你不能只靠多文 你要 因为如果这个是事实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 那就表示什么 有一种咒很有力量 会让 会让这一些可以解脱的人 不能得解脱 那佛陀有一个比这个先天犯咒 更有力量的咒 叫做能源咒 这个能源咒去破这个先天犯咒 那这样就不是佛法 就变成有一种力量 外在的力量 所以就好像有一把斧头 无坚不吹 这个 那这个佛头 给了文殊菩萨一把斧头 去砍另外一把 更厉害的斧头 把它砍掉了 好像变成这样 其实不是 这个只是在讲 人源咒代表定慧 要有定有慧 你会动 你会被他拟是因为你没有定 你没有智慧 所以你要有定有慧 那么你才能够脱离 五欲的束缚 那么用这个磨灯潜语来代表 通常都用淫欲来代表五欲的罪 你五欲里面最殊胜的是淫欲 那用这样来代表 那你如果没有定根 其实你是脱补不了五欲 对于这个五欲的束缚 你是争脱不了的 那你就会迷失在五欲里面 那通常是用这样 那你的多吻 并不足以 就是你单单只是听吻多吻 没有办法就克服这样的一个烦恼 它是在说明这个道理 但用这个故事来说 它并不是真实的 你不要把它变成说 这个能源咒是一切咒中之王 可以破一切的咒 那不是这样 那这样变成咒有力量 那不需要佛啦 有咒就好了 不需要佛法啦 有这个咒就好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里也是在告诉你 那这个阿罗汉的习气 其实因为它这里重点在讲 此有守不敬 还有不亲近 那习气对阿罗汉来讲 来讲他们叫做这个不染污无名 就是这一些其实不是新的烦恼 但是它还是什么 它还是它不障碍解脱 它并不障碍解脱 但是它会让众生起烦恼 就是它自己本身不烦恼 但是它的这种习气 会让众生起烦恼 那最明显的就是交换剥体 吃东西吃一吃吐出来又吃进去 那么这种习气 谁看了都会起烦恼 而且有些烦恼 不只在心里面还会讲出来 你怎么这么不干净 怎么怎么样 就会开始回报阿罗汉 所以佛头知道 他没有障碍 他自己本身不烦恼 但是他会让众生起烦恼 会让众生毁霸 所以叫他不要留在人间到天上去 那像威仪也是这样 威仪不好 基本上它是他的习气 但是你威仪不好众生就会起烦恼 就会毁霸 所以多要讲威仪是威仪 但是确实还有一些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 因为威好比如说像把圣比丘 威仪很好 那么就可以射受舍利弗 舍利弗那么有智慧的人 那么所以这种就是外向上的 那么习气通常都是显露在外的 比较看起来比较不好的 那实际上他内心没有那一种意识 所以这个并不障碍解脱 他内心完全是没有那种无欲的 没有那种烦恼的 那么天女问舍利弗 他是这么说 他说何故去花 为什么要把花去掉呢 这个都是在讲菩萨超越声闻 那舍利弗回答 舍利弗回答 舍利弗就回答 说此花不如法 那么这个天女 天女就这样 那么物为此花不如法 这个就是他要表明的道理 他要说明的道理 这个都只是剧本而已 他主要要说这个道理 他说花无分别 人者自身分别 是你自己分别 但是照理来讲 阿罗汉已经得分 无分别 无分别 这个主要是在说 还是在说习气 就是你有这样的习惯性的分别 那导师底下讲 就总结 这是证明了内心有所懒卓 其实这个很容易误会 我们如果看到这句话 就很容易误会 阿罗汉内心还有懒卓 没有 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 照见五蕴皆空 他没有一丝烦恼 一丝不挂 一丝烦恼都不挂在心上 就是他没有任何一丝烦恼 断尽最后一分的无名 所以他才证阿罗汉 如果他还有一丝懒卓 他就会到玉界来 懒卓欲贪就会到玉界来 懒卓涉贪就会到玉界来 懒卓涉贪就会到涉界去 懒卓涉贪就会到涉界去 懒卓无涉贪就会到 懒卓是一种贪婪 贪爱 他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说 阿罗汉有贪爱 而是说阿罗汉有一种 不自觉的那一种习气 这种习气在菩萨看起来 就是懒卓 所以习气在大圣里面 他就是维系的烦恼 他是维系的烦恼 但是他并不会障碍你解脱 其实是这样 但是因为菩萨所重的就是要度众生 你有这种不好的习气 你会障碍你度众生 因为众生看到了不欢喜 其实是这样 另外他又举一个批语 他说小鸟通过舍利佛的身影 还不免于计 而通过佛的身影 就一些恐怖都没有了 这个是大制度论里面举的故事 好 那么大制度论里面举的这些故事 当然都是过去流传的 或是有一些出取大圣经典里面说的 他说有一只鸟子 那么在舍利佛的身影底下 还会有一些害怕 但是在佛的身影底下 就完全不会害怕 那这个也是在说明阿罗汉的习气 为什么 因为舍利佛有称心的习气 他是这样 那因为舍利佛有一些称心的习气 这个鸟即使在他的影子下 感受到这些称心 所以他会感到害怕 怕舍利佛杀了他或怎么样 他其实不会 通常是这样 这我们经典里面讲到的 称心的习气 就是习气 习气里面 这些阿罗汉 就是大圣经典 或是经论里面举出来的 比如说称心的习气 那么这是舍利佛 舍利佛有称心的习气 还有这个大家舍也有称心的习气 那像大家舍 动不动喝者就喝者安安 那其实他没有称任心 没有称任心 有称任心怎么能够称阿罗汉 称任心连三国都振不了 还振阿罗汉 三国就把称断掉了 如果你有称任心 哪怕只是一丝丝的称任心 你都不能证阿罗汉 你都不能证三国 比较说阿罗汉 不过出国二国还有称任心 不过称任心不会很大就是 那这个是舍利佛跟大家生 那如果是贪心的习气 慢心的习气 慢 这比较傲慢一点的 那么必领且婆前 就是很有名的 他要过耳 他叫恒恒女神烂路 叫她悲女 他是讲家婆前 必领余家婆前 这个是慢心的习气 那另外 就是这个跳戏的习气 就是他胃乙不好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那这个都是习气 其实就是胃乙的部分 就是不安定 这个跳戏的习气 那么这个是 写好一点看 这里都是在说明 阿罗汉还有一些不欠借 那只是习气 我们说过这个不是烦恼 只是习气 就是魔陀 魔陀婆何诈 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 另外有土石的习气 就是我们说过的 这个巧患波底 像牛一样 他是讲牛四 像牛一样 因为牛有四个胃 他要吃 吃完了吐出来 再吃进去 倒另外一个胃 巧患波底 还有一个乱陀 有贪爱的习气 乱陀有贪的习气 这主要是贪跟撑 乱陀贪爱的习气 是因为他如果在说法 他会先看领众 那这个是 他也不是有贪爱心 他也不是懒惰这些乱动 不是 他就是习气 但是会给人家误会 会给人家误会 好 那所以这个小鸟通过舍利佛的身影 还会害怕 因为舍利佛还有称心的习气 但是他没有称心 那动物会感知 动物会有感知能力 他会知道 就是你的气场比他强 或是怎么样 他害怕你 或是他觉得你害怕他 他觉得你不怕他 你会伤害他 或是他觉得你害怕他 他也会像狗也会这样 你表现得不怕他 他就怕你 那你表现得很怕他 他会追你 那小鸟也是这样 他会感受到 有些会感受到 那舍利佛其实是没有称心的 不过在他的影子下 他稍微还会 他也不是怕他就不会来了 但是他还会感受到 有一些些害怕 担心 不过我们说这个是 这个是比喻而已 事实上有没有这个 我们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 不过像《维摩绝经》 《天理善话》这种 还有《锦纳罗王谈情》这种 这种是没有的 但是他是在说明 阿罗汉还有习气 这件事而已 好 所以他讲 阿罗汉们是不断习气的 这种习气便是菩萨 所要断的烦恼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不用度重生 阿罗汉不断烦恼就是了 那菩萨要度重生 你有习气 你没有办法度重生 你这种习气 有些重生不喜欢 你就不能度这一类的重生 他就比如说 这个 看到你这样跳了就跳了就跳了就跳去 他不喜欢 他就不要倾向你 你都度不了他 他就觉得你没威仪 他就觉得你不慈悲 他就觉得你怎么样 其实是这样 所以菩萨要不断的利益众生 他必须把这一种 会障碍你度重生的这一种行为 或是习惯他要去掉 那么事实上我们从佛陀的一生 跟这些阿罗汉都表现出来 其实确实有这种事 你看佛陀没有特别的习气 佛陀没有 但是阿罗汉真的就有 阿罗汉就有 在经典绿典里面都有记载 甚至绿典里面有说到 这个舍利佛因为 舍利佛因为 那么没有照顾好罗吼罗 罗吼罗是舍利佛剃度的 佛陀的儿子不是跟佛出嫁 是跟舍利佛出嫁 那有一天佛陀去看舍利佛 看到舍利佛 什么这样面黄鸡肉 你是都没有吃吗 就问舍利佛 就问罗吼罗 你是最近都没有吃吗 没有饭吃吗 罗吼罗就说 有啦 但是吃不多吃不好 他为什么吃不多吃不好 那沙咪啊 沙咪脱波都要排到最后面 人家共啊都是共啊 前面的大阿罗汉 所以他就吃不多吃不好 那正在发育 佛陀就讲了一句 那你的师父是谁 这种还用抢 但是他故意问 他就会故意这样问 佛陀就这样 就让你知道 你的师父是谁 是舍利佛 他让舍利佛剃度他 他怎么不知道 不过即使知道他也要问 就好像有人来跟佛陀讲 舍利佛怎样目见人怎样 不亲信 舍利佛目见人都正在阿罗汉 怎样不亲信 但是他还是要 既然你这么说 就把舍利佛找来 在那个里面前问 舍利佛 那谁谁谁说你不亲信 那你真的有这样做吗 他怎么不知道 舍利佛不可能这样做 不是还是要问 还是要问 表示说 这个是确实的 这个让你知道 好 那他就问罗欧罗 那你的师父是谁 舍利佛 那舍利佛 那舍利佛实不尽实 就是那舍利佛 就是没有照顾好罗欧罗 因为你是人家的师父 那你这个徒弟 没有吃不饱吃不好 发育不好 让他修行没有力量 那你身安道隆 那你这个有责任 所以你吃饭 你只顾 就变成说 因为舍利佛也是去脱波 脱了就吃啊 就吃自己的啊 他也没想那么多了 他没有特别去想到说 他有一个沙咪 他后面他可能脱不到植物 那也没有人分给他 每个人一个波 脱自己的而已啊 那应供又轮不到他 所以就变成 有一阵子下来就变成 身体脸色不是那么好看 有一点点面黄激瘦 因为正在发育 当然也不是像那些大阿罗汉 吃多吃少都没关系 吃不好也没关系 他有能力嘛 他能量强嘛 所以佛陀就讲了一句话 舍利佛食不尽食 舍利佛知道佛陀说 那你这样 就是认为舍利佛不应该这样 没有照顾好罗佛罗 那舍利佛以后 就把今天吃的饭都吐出来 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他食不尽食 那这样舍利佛食不尽食的意思 就是不亲近 就是在吃饭这件事上 其实他意思是说 他没有照顾好罗佛罗 他只顾着自己吃 没有考量到罗佛罗 有没有吃好这样 那舍利佛一听到 马上把东西都吐出来 而且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不接受应供 那你要知道 那个七达州长者就很紧张了 就赶快来跟舍利佛 那舍利佛说 世尊啊 你劝劝舍利佛 因为世尊没有事不接受应供 他 如果世尊接受应供 那每个人都每天都要供养 世尊 世尊会供养不管 大家 如果是我我也要供养 对不对 如果是你也要供养 最少一次辈子要供养一次 因为太多人要供养 那世尊没有事不接受供养 所以你要供养到世尊要有特殊的应用 那不然曾经有一个大副长者 好像不算是圣曼夫人是谁 不是 是圣曼夫人对 圣曼夫人曾经要求佛陀 天天都接受他供养 佛陀不答应 那其他人怎么办 而且佛陀没事不接受供养 那虚大多长者就很紧张了 那虚大多长者也要供养 那供养佛不容易 佛没有事不接受 没有特别的因缘不接受供养 现在 现在舍利佛又说他从此不接受供养 那这些要供养 这些大阿罗汉修复报的人 那等一下那个阿罗汉又不接受供养 这个阿罗汉又不接受供养 那很多阿罗汉又不再来 又去其他地方了 他想要供养这些阿罗汉 那就越来越少 所以 听说舍利佛从此不接受供养 这些长者很紧张 国王长者 一群人马上到佛那里 跟佛说 世尊阿 你平常没有事不接受供养 那我们这些要修复报 因为舍利佛如果又不接受供养 那我们这些要修复报的这些在家弟子 就不知道怎么办 你是不是劝劝他 佛头就是说舍利佛 舍利佛说这样就这样 就是我劝也劝不了 大家这也是这样 大家是佛头劝他 是不是跟这些新来的比丘说法 他不要 不要就是不要 佛头讲也不要 那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这些新来的比丘 都怎么样 都在那边吵架 就这样 他不要 他不要超这个心 大家设年纪大了 佛头说大家设 你不要一个人住 我到僧堂里面来住 请那些新兴的比丘照顾 大家设说不要就不要 大家设也这样 舍利佛也这样 就是佛去讲也不要了 你看 这个就是称心的习气 人家说称心的习气 那么 这些阿罗和确实 那佛头没有 佛头你看 佛头这一生里面 没有很特别的就是那种 我们叫做性格 个人的性格比较没有 那这些阿罗和明显都有 就是多数明显有 明显有 所以在讲这件事 所以他说 事实的经验中 那么自己感觉到有所不知 有所不能 有所不尽 不免要自己惭愧 自己埋怨自己 那这个是 这个是后面大胜讲的 其实阿罗和确实不会 不会自己埋怨自己 没有 你有自己的 哪有什么自己埋怨自己 政府我 那 但是 跟这些佛比较起来 就是我们后来用大胜的角度 来看 那么 你是应该要自身才会 变成是这样的 这个是用大胜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阿罗和确实不会自己埋怨自己 不过《宝宝经》里面就是这么说了 就是用这样来说明 其实生文 生文还不究竟 所以后来才会讲 生文的涅槃 是有与涅槃 大胜的佛的涅槃 才是真正的无与涅槃 就会变成这样 那原来 原来是正三国 还有一些烦恼没断尽 那么这个叫有与 或者说你还有这个 与有这个身 辛苦 这个身还有 那么还有这一些之前的果报 那这个身没有了才是无与涅槃 是这样子的 与有这个身 或与有这个烦恼 那所以一经佛的善巧教的话 阿罗汉们就会回智力的小心 发菩提心 而入于智力力他的大胜道 因为这里在讲大胜不共法 所以从大胜的角度来说 那我们不要误会阿罗汉 阿罗汉还会自己埋怨自己 不是 阿罗汉还有烦恼 还会贪婪无欲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他只是用这样来表示 很维系的喜气 好 那接着讲 我们就要说 《维波节经》跟《大圣锦纳罗网所问经》 这两本经 那么在大 就是很明显的大圣风格 那 《大圣锦纳罗网所问经》 最主要的是在讲这个在家跟初 就是其实他是在讲 就修行来讲 他没有所谓的 这个菩萨基本上 大圣菩萨基本上都是在家生多 在家生多 不过 不过 这两本经还是有差别的 虽然都是讲菩萨的书生 《大圣锦纳罗网所问经》里面说到 要成佛还是一样要女转男生 就是他要转 包括法花间都是这样 法花间龙女要成佛 八岁的龙女 龙是畜生到 小龙女她是畜生到 但是八岁 年纪轻 年纪轻跟重不是关系 性别男跟女也不是关系 不是问题 这个龙女一转生 但是还是要转成男生去成佛 就是女要转男生 这个因为过去有这么说法 就是女生不能成佛 这个身体女的身体她不能成佛 她有五肉 也不能成为魔王 也不能成为转人圣王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过这种说法在大圣就被否定了 还是可以成佛 但是可以成佛的话 他还是要女转男生成佛 但是当下就转 《法花经》也是这样 可是到了《维谋结晶》 把这个观念也打破了 直接与女生成佛 而且这些天女 都是用这些天女来表法 胜过这些阿罗汉 所以在《无魔戒影》里面 特别强调所谓的 没有这个男女像 那我们的说法就变成就是男女平等 其实就是没有所谓的男女像 那这里还用一个代表 这里是用天女善化 另外一个代表 就是天女善化之后 这个舍利佛就问这个天女 那你就是说她的能力这么强 她为什么不转成男生 就是男重的身体 那这个天女 天女就问 天女就跟她讲说 我二十年来 就十二年来 我从十二年来求女能像至今未得 那这个又编了一个剧本 就是把这个舍利佛变成女的 就是把她变成天女的像 那天女自己变成舍利佛像 舍利佛不算是智慧第一 其实神童也是第一的 但是这个天女 就把舍利佛变成女的 自己变成像舍利佛这样 那用舍利佛的口气 去问这个舍利佛 因为她自己变成舍利佛了 那舍利佛变成那个天女 她用自己的口气去质问舍利佛 你为什么不变成男的 就用这样 那这个 用这种来讲其实是 男女像其实也是 就好像这个花也是你分别来的 男女像也是你分别来的 实际上没有男女像 那也没有所谓的女人比较不清新 比较有肉 没有这种观念 那么这个是在维谋结晶里面 就是大圣佛法里面 他强调总统的平等 男女平等 这个在家出家平等 类似像这样 年线轻轻跟年线重的 久学的跟初学的 好 接着看 都说因为 那回小向大 我们说过回小向大这个观念 老师这里主要是 就 就这个 法华经的道理来说的 并 并不是所有的经都可以讲回小向大的 不是的 像 解圣秘经 没有回小向大这件事 大就大小 五种种姓 你没有大圣种姓 没有就是没有 你就是修大圣也没有 不要说回小向大 你就是修大圣法 你也不能成佛 那波罗经里面 你一旦证了阿罗汉 那么 你就是娇亚拜祖 世民菩萨死 就是娇亚拜祖 你不可能成佛 你不可能成佛 点多就是说 你已经证了阿罗汉 不可能成佛 但是你也发佛的心 那我也随其赞叹 点多只是这样 那 没有回小向大这件事 但是在法华经里面 所以说我们说出其大圣 大圣佛法里面 其实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 也有各种不同的宗词里面 那这里讲的 其实就是依法华经 那法华经里面 因为众生必尽成佛 唯有一佛称 大家都要成佛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证阿罗汉 那只是三百零 你再走两百零 一样可以成佛 就变成这样 那波罗经就不是 波罗经是 你一个走水路 一个走陆路 一个往东走 一个往西走 一个往东走 就不能往西走 往南走 就不能往北走 那你没有办法 这中间没有路可通 你走水路 你不能说我走这边 然后等一下 玩过来就到了 没有不能玩 玩不过去 所以你到那个镜头 你就好像 你信基督教 你就不是信佛教 因为镜头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说我基督教跟佛教双修 那么这个佛道双修 不是佛教跟道教不一样 佛教跟基督教也不一样 但是修行方法不一样 修行理念不一样 修行的结果也不一样 那佛法是讲无我的 那基督教是以上帝为核心的 一切法是依上帝而有的 那佛法是一切法是因缘而有的 那这不一样的 观念不一样 那你到上帝那里 做上帝的子民 这个是最究竟的 永远是在天上做上帝的子民 你是上帝放牧的一只羊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你修行到最后 你跟佛一样 你是另外一尊佛 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观念 那你到上帝那里 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 所以你要听上帝的话 那么上帝教你怎么做 那你最终目的就是到上帝那里 做上帝的子民 那佛法不是 佛法你要听佛怎么修 你跟着佛这样修 你也可以跟佛一样 你就是另外一尊佛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没有办法双修的 没有办法说我去修这个 又修那个 没办法 这两条不同的路 好 那在《波勒经》里面 即使解脱道跟菩萨道是不同的路 不同的路 不过《法法经》里面 它是同一条路 回小向大就是 没有交雅败总这件事 没有交雅败总 不过《波勒经》里面强调 你一旦正入了小生 正入了时期 你就是交雅败总 好 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 不过大圣都是这么说 这僧文毕之佛的习气 在菩萨就是烦恼 是要断的 接着我们看 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缘起大悲心 去路以大乘 好 那这句话也很有名 不能圣教衰 不能众生苦 这个是大圣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度众生 那为什么要度众生 因为如果不度众生 众生就會受苦 受种种的苦 那我们说佛法 其实就是灭苦之道 解脱就是离苦 问题是阿罗汉自己解脱 当然离苦 但是要让众生解脱 这个才是大圣最主要的 发心向大秤道 并非一定要经历 小圣圣者的果正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正阿罗汉 你回小向大 你一样可以成佛 但是并不是要你先正阿罗汉 然后再回小向大 不是 你一开始就发菩提心 它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上次有讲 这无称共法 这人称 天称 那天里面有所谓的 所谓的欲界天跟色无色界天 这个是欲界天 这个是色界天 这个是无色界天 这个是天道 这个是神文 神文 辟知佛 神文跟辟知佛道 这个是菩萨道 就是佛道 菩萨道就是佛道 好 那 它并不是说你要先发真上身心 人跟天都是真上身心 它这个是真上身心 真上身心 然后再发出离心 不是这样 正阿罗汉 没有 你一开始在这里就发菩提心 在这里就是发菩提心 一直往这边走 你并不正路 所以他到这里忍而不正 但是就算你正路了 你回小向大就好 你可以回小向大 回小向大就好 但是你不用正路 你不用说我先正出国二国三国 不是 但是他也同样有这个正 他就叫无声法了 他正 他 如果你发真上身心 你是没有出离心的 如果你发这个出离心 你是没有菩提心的 但是你发菩提心 就包含真上身心跟出离心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也是要解脱 但是不是自己求解脱而已 他并不是说那我不解脱 没有 他也解脱 但是不只是为自己得解脱 这样是菩提心 所以他才忍的时候 他就发菩提心了 一直一直走 一直走到 就菩萨道到成佛 到成佛 到成佛 其实是这样 所以 这里的说法就是 那么 不一定要经历小圣的果正 相反的修学大圣法的主机 都是只从凡夫地而发行修学 就是从忍凡夫的时候 那你到了生稳正大的话 那个已经不是凡夫了 是圣者了 那圣者在回小向大 前面是这么说的 那么 所以这里 只从多数 都是从 直接从凡夫就发菩提心 然后修菩萨道到成佛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